国语有声善书 圣唐善书 达摩纸玄宝禄 主助先佛为达摩祖师与诸天神圣 第三十餐 门生问道路 十五 达摩祖师将 师曰 宝禄纸玄三十篇 万书归一谢真权 沙盘磨练金刚子 圣得弘扬老祖禅 圣世 达摩纸玄 道尽了三十篇 一字值千金 说多了反而不值钱 祖师熙来两袖清风 但平一心 展示着赤手空拳 只拳 只拳 不偏 不偏 只告诉世人死心虚远 否则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还是站在此天 逃不过阎王的请宴 记住 教门虽多 不忘生偏见 才能跳出自我界限 回到我的天 恐怕装得不像样 反而让祖师讥笑 古云 名师出高途 戏看多了该会耍两下 歌听多了也会哼两句才对 你且试试 不要客气 祖师既然不怕弟子漏气 请发问吧 你十年来磨杀浮卵 有何心得 有人问 你浮卵时 本身知道不知道 我答 不知道 他又问 你醒来时觉得如何 我答 一无所觉 他点点头 对浮卵充满信心说 这是全卵 全架 极为先浮 全灵降临 一切由先浮做主 你只是工具而已 他们认为这样浮卵的圣事才是正确的 又有一个人提出相同问题 我答 浮卵时我知道 退卵时我也清楚 他听后也点点头说 这样好 才免邪灵侵辱而不知 而且先浮的圣事 你是第一未闻之者 对智慧增进 定有很大帮助 胜过一个在浮卵时迷迷糊糊的使者 这也是真灵的全架 为何一个问题却有两个答案呢 一般人你说浮卵时本身知道 他便不信联讯 他们认为不知不觉中的文笔 才是正确的 对另一个智慧者说 我在天人合一传真时 先浮的痕迹我摸得一清二楚 有时先浮说错了 有云 神仙打鼓也会错 我立即给予更正 不置以讹传讹 以物是人 哈哈 果然因人失教 各显不同法门 说不知道有好处 说知道也有好处 故约 法本无法 但到底哪法对 无约 两者皆对 同事患了怀疑病 因人体质不同 投下不同药剂 结果两人均能痛愈 可以说医生高明 是人啊 性拦机千万不要为形象不同所获 有什么全架 半架 应该以琐事道理对不对 合理不合理做判断 合理有价值的交章 称约 全架 全架 杂乱无章 理论矛盾 不合道理的文章 虽然它是无极先真 西天古佛来讲的 我们暂且给它 优待打折半价 半价 因此 虽然是路边小神 讲出妙闻道训 我们不可小看它 所谓 下下人友善上智 应该给予高的评价 知否 祖师说的是 达摩纸玄宝录即将完结 是否可将说明意义加以权势 好让众生有所了解 好的 一部达摩纸玄宝录 成本费价值十元 真便宜 哈哈 这等于在卖纸张 不是卖文章 故曰 达摩西来一字五 全凭心意用功夫 我且将书名略使之 达 达也 通也 达通心窍也 世人茅塞阻碍 修道者对人生不够达观 又对宗教门户观念紧闭 互相攻击批评 什么外道 后天的辣 心是别人的话等语 全部出笼 这种人可以说是眼光短浅 不够通达情理 我见太深 大道都是红灯爱识 故不能四通八达 故无约 此辈该打 才能达到 摩 学习也 观摩也 摩去脾气毛病 傲慢偏见也 修道者对钱财欲望 往往不能满足 想向外贪求欲多欲好 可谓不自知足 可是在修道方面却常常开口说 咱们修道人 既已修道者自居 可是不知求上进 略有所得救自云 自己道行多高 得有什么神通 或看到什么奇象 好为人师 喜收徒弟 或自标榜修得面目发光 种种以形象悦人举动 有几人说 我以前的脾气多坏 现已改善了 我以前不孝 现已孝顺了 以前高傲 现已谦虚 以前不看经书 延误真理 现已家境研修等事 这都是不知观摩人家常处者 非达摩了 可谓摩不凿边 说他修道 无约 还早了 还需多摩力 指 指点也 指你生死之路也 世人最会指点别人长短 指点别人是非 指点别人该如何做 俨然是达摩祖师的化身 如指点的对还好 若问他自己 有时还需要别人指点呢 这种好为人师者 无约 请多自己指点自己 评分看看 相信凡事有良心的人 没有几个人敢给自己打六十分 既然如此 请多给自己指点 不要乱指 哈哈 有位名师只可以令人超生了死 名师啊 功夫要多加强哦 不要把达摩心法传错 莫要天堂路没指对 却指向四生六道了 误人误己 会指点他人 也不知有否把握 无且教你一法 指点别人以前 先向内心一指 误了 再向他一指 相信以心应心 纵不能令他超生死 也可使他 也可使他吓一跳 玄 玄关也 妙境也 玄关妙境本玄不可测 大家都晓得有形的玄关了 哈哈 无形的玄关有什么妙意呢 内观此窍 回心转意 则火宅顿化莲池 狂性歇下 菩提自显也 六尘收集 则玄关庙地又成了色场 几人知道把它化为至善地 大家都知道自己家里住在何处 可是有几人在家里能安下心来 所以 知道玄关 还是为之其妙 能在自宅里安心修道才算得到人 说玄不玄 因为已知此秘 说玄是玄 因大家不知安玄 故约为玄 宝 宝书也 宝藏也 本书虽不大本 但行家是或当作宝 书中虽无经营可得 但竟含大道奥妙 无限的宝矿 只待世人用心来挖掘 说此书是宝 乃之用心阅读 静心体悟 虚心接受者才能得知 心田免税 自家无尽的宝藏 却乏人开采 可惜 可惜 否则说饱非饱 不如一个馒头 就让你吃够饱 路 心印也 记录也 本书可谓符法心印 略为止尘 虽录于书 实乃借书印在人心 世上有录因机 录影机 还望世人将本书意思印在录心机中 时时回心转意 重温祖意 朝夕不忘 久久今思 自有所得 西天皇棒可登陆以 经将书名浅述如上 不知阳生还有何问题 感谢达摩祖师一年多来临圣德宝宫 为世人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指出生死之路由 阐述鸾门心法 正宗道脉 使本唐铜修盾开茅塞 意助世人在修道旅程中 对正法有意认识 可谓功德无量义 哈哈 圣得诸子已的达摩心印 故颁此书于此 鸾笔战记为达摩手指 在沙盘中指指点点 乱话一通 果然讨之流鼻也磨出达摩心血 一滴滴 化作甘露 愿世人开口长长 滋味如何 但凭决性 无留一记 记曰 打打摩摩 指指玄玄 时报 碌碌 能勿此记 用心而修 达摩引之 可无悔 记功活佛将 诗曰 一卷天书万法除 指玄洞里 佛先居 达摩心印传千古 顿悟之时道有余 拔 达摩祖师奉命 于台中圣德宝宫著作达摩指玄宝录 如今霸笔书成 新建万道金光发木宝卷 老那一喜上眉梢 赞叹鸾门圣禀 沙盘眼法 犹如达摩渡江 各显其神通 此书非凡 上圣佛法 无极大道 一览无遗 凡是素具根基者 定能阅书生喜 俯掌而欢 禅宗法门 广纳有缘 顿教正买 普传无碍 此书正所以产玄威 谢心法 恶意端 红正教 愿世上修饰 秦参书中真意 扫除各种形象障碍 择地府抽丁 天榜挂名 哈哈 天空空 名挂何处 人心何天 集天榜挂名也 方不白费 苦修一场了 宝书父子前夕 老纳特来降比 竟著书成 圣德光辉 是尾拔 祭功活佛将 比拔于台中 圣德宝宫 六 种植无极圆灵树 在五妙明正堂 种植圆灵树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 只有无极先佛 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圆灵树 会随着我们业障 多寡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圆灵树 只需每年五千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计六年 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即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注集往生弥勒净土 注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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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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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